东哥油管大逃杀 第六集了吧 大家我说到2024年的月二一号 咱们继续 下面就有几个大型的人物了 大型的人物 我说话呢 就要稍微的小心一点 因为我也怕找麻烦 但是我必须要说 因为我必须要油管闹饭店 下面说的这人呢 文昭老师 文昭老师呢 温文尔雅 我从二三十多万粉丝看他吧 文昭老师曾经我也是 积极不断的去看 积极不断 2020年 2021年上半年 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 我看的少了 2022年也在看 但是2023年几乎就看的更少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陆陆续续在看 评价文昭老师呢 我其实就是很简短的说 就是他说的太深了 像我徐耀东这样的文化档次 听不太懂 人家说的太好了 这个呢 怎么说 我徐耀东早就得罪一帮人了 我也不会 不怕再得罪文昭老师 他说的太多 太深 太有文化水平 我这种促人真的听不太懂 所以有些时候 我强迫自己静下听来 好好的听文昭老师 因为他有上百万的粉丝了 他的水平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说到这儿 又有一个人比了 就是江老师 江峰老师 听江峰老师的视频呢 能让我听得有一些热血 因为本身我就是练武的 我就有些热血 再听文昭老师呢 我就凉下来了 完了 我再听江峰老师呢 我又热了 我听完文昭老师 我又凉了 哎呀我操 我说你们俩是他妈的 冰火两中天给我玩 哎 就文昭老师一向就这 嘶嘶文文的说 江峰老师呢 一个锋利的眼睛 我下面开始跟大家说了 就是他们俩的气魄是 状态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非常文性 像文昭老师 我觉得应该更招一些 五六十岁的女士 五六十岁的男士 五六十岁的女士 或者六七十岁的老哥们 老头们去听 那么江峰老师 可能更适合 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 冬年女性 尤其是中年男子 更更适合一些 当然这二位老师呢 我知道都是猛攻 所以我需要东 我我我再说一遍 我绝不财 我也不怕 因为我不得罪 我也不敢得罪 我也不想去得罪 说这回王志安得罪了 这那那 这很不幸 把我也给烧上了 但是我只是认为 王菊这回台湾的访问 还是真的不错 包括他对铁铁局的见解 因为他才罪过 我也他妈问过 封县这帮许人和徐州的大哥 因为这是一套百年来不变的一个习俗 要把它打破 不是说抓一个赌碍民就能搞定 他要整个的从官到民 到底层都要去严格的去抓 严格的去罚 整个给他给改的系统都给改了 就像清朝女人裹小脚似的 你把他们这习俗办了 那帮女人还骂你 你个王八蛋 你把我怎么着的 所以说 王志安 他不是说这个事要纵容 或要轻罚 不是 我徐耀东也不是要纵容要轻罚 而是我认为 这事你要是整 你就那会就应该死整 而不是过了24年以后 孩子都这么大了 你才这么审判 迟到的正义 一定不是正义 这是我第一句话 这句话 我觉得大家没必要骂我吧 应该都同意吧 迟到正义 不是正义 第二就是 不仅是董志民 那会儿 徐耀东说 能不能给他个缓刑 是因为毕竟有八个孩子 最小两个月 我觉得事情已经这么多年了 那么 田田女到了精神病院 那董志民能不能缓刑 后来很多朋友们骂我 我自己也要自省一下 我要自省一下 反省 自省啊 那就别缓刑了 那就直接判吧 但是判九年 判九年 我觉得对这个家庭真的是个灭顶之灾 而且你判了这个董爱民的九年 你整个这个事态你能完全压下来吗 我也表示怀疑 我总觉得在家庭 我站在家庭的基础上 我觉得能不能给他少判几年 完了之后呢 给他判九年也行 在外头放 什么在外头发 人家看孩子 那照顾这个家庭 可惜太多人不理解我 而且很多人带方向标 说白了 骂王志安 顺便把我一块都给打了 因为有有境外势力吗 我告诉大家 今天我在这儿 说江峰老师和文章老师之外 我说件事 从我们国内就有开始有一批势力 在推特上开始组织了 包括油管 组织了 有应该要上百人 可能带动上千人去反王志安 因为王志安很多报道 对这边有很大的影响力 很大的影响力啊 不是你文章老师 不是你江峰老师 不是 其实您二位说的很好 但是对这儿的影响不够 不会刺痛他 王志安不是 王局最近真的是影响 对他们有些刺痛了 所以我知道是现在大量的 有他们派的水军 在晚上刚着搞 当然了 顺到把我也给搞了 搞我呀 因为我在国内的 我说被抓就被抓 所以我老说 二十四年争取不被抓 好了 咱们回到这个 文章江峰老师 高 二位都高 但相比之下 我觉得江峰老师可能更犀利 虽然也全是报道的是黑暗 但是我觉得 他们报道完之后 可能我有一些气势在里头 江峰老师呢 文章老师非常的文静 报道的呢 也是剖析的非常清楚 但是每一次我听他 我都听不到十五分钟 我就想睡觉 当然我绝不是贬低 我只是他心里说实话 啊 我祝愿二位呢 叔叔服务 因为二位的收入已经是财务自由了 因为如果我推测正常的话 你们两个 你们两位每月的月工资应该是在三万美金左右了 我觉得就不用我聊了吧 三四万美金对于你们来说收入已经都是财务治疗就够了吧 这是我的想法 好了 说说海外说到国内 国内大家也看见了 就这几个油管都说话的 王志安呢 是在日本说话了 不是我们国内的 歪嘴呢 是在泰国说话 马上他也去日本啊 所以呢 也不是我们国内的 我们国内能说话的我 兰斯 兰斯呢 你们也知道 我实话实说兰斯就为了挣钱 所以他的节目都是完全符合粉丝的领养链的 他非常安全 不会有人递死他 也不会有人看他的 因为他是 他是高兴兴挣钱的 我很羡慕 但是我没法像他那么去做 我羡慕死他了 他挣钱真多 人家搬家搬大家 搬好的 我孝东祝他一切幸福 完了乔仙之喜 我马上也搬家 搬到他妈的更小的家 回到我原来的家 没办法 因为携带房租太贵了 我租有点租不起了 妈的 咱们继续 后面有点灵想力不错的小叔 北同小叔 小叔的 他是一个邮寄的视频 说的特别好 我怎么认识小叔的 小叔就是他这么好的小伙子 居然也被他妈警察找 最后小叔来找我来了 问问小东 东哥这警察找我怎么回事 我就跟他聊 我说你放心 你就报道你这个走游啊 就是中国的一些邮寄方面来介绍的事 不会有任何问题 你就去 他们就是敲山正湖 你也没有违法 只是他们害怕你以后违法 我像我这样的 必须每月 我得老老师汇报 所以我跟小叔就这么讲过一次 后来也没有什么联系 也没有什么联系 我觉得他可能刻意的有点疏远我 他觉得我许晓东是不是 是不是政府的人啊 在监控我这个全局啊 我我觉得小叔这 但我隔着屏幕跟小叔说一声 小叔我很爱看你的节目 到处邮寄 因为我许晓东也到处跑 完了之后 你其实做你的节目 你会非常安全 没有人找什么麻烦 另外 许晓东呢 不是他们政府的人 我许晓东 堂堂堂堂堂的大老爷们 完了 堂堂堂堂堂的是个人 我祝愿小叔的节目越来越好 而且我一直在看 我一直在看 咱们继续 小叔完了就是这个罗宾老 罗宾老师 其实我看的少 武汉的罗宾老师 我看的不多 就是罗宾老师最近老被 老被你们懂的 被上面找什么的 我有点绷不住了 我就罗宾老师 他的视频我也看 他没什么呀 就特别老实了 怎么可能出事 怎么可能有什么问题呢 我就联系罗宾老师 我说 您肯定没什么事 我跟您分析 这那的 这个是我后来看的 后来刚刚走到 美国的大力姑娘完了之后 刚过去嘛 我还没怎么开始怎么看 但是我觉得 姑娘走的是非常正确 我只是不多说 因为我也怕给您找麻烦 姑娘 我祝愿您在一个自由的国家 自由的生活 自由的发表意见 之后挣自由的钱 让您刚好行行的 本来你就长得漂亮 完了 再找一个好老公 我成家立业 祝您接顺利 我敢说 我就敢说到这 其他都不敢说 咱们继续 秋实回来 秋实回来有段时间 你看啊 王主安 完了秋实不太喜欢王主安 完了兰斯呢 也想跟秋实搞关系 秋实呢 回复很冷淡 完了兰斯呢 弄得兰斯特郁闷 兰斯也跟我这抱怨 我说 秋实毕竟在里头待了一年多的人 软禁 完了之后 他出来 有很多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自我保护意识 我说 连我 徐耀东都不会轻易给秋实打电话 连我都不会轻易的去联系秋实 因为我不想打扰他 因为他的整个的状态 他得需要一两年的慢慢恢复 他得需要一两年的慢慢恢复 所以我 我说 兰斯你要理解他 所以秋实跟很多人的关系 突然一下子就冷 很多支持秋实的 或者一些突然也跟我说 我说小东西秋实怎么变了 我在这里 我再说一遍 秋实没有变 秋实回来之后 有一段时间 他确实是待里头待久了 他得调整状态 像现在 秋实装调整状态 就调整回来了 非常好 现在的秋实 又是一个本色的秋实了 非常好 只不过秋实点倍 他妈的老是追西洋产业 他妈的这 刚看好脱口秀 我也觉得脱口秀不错 巴达 那作风那什么事 一下 就脱口秀完了 秋实这脱口秀一下子 也是有一些麻烦 但现在慢慢的缓回来了 所以在这里呢 就祝福秋实呢 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 还是那句话 兄弟 我跟你不多说 兄弟不用天间联系 不用 心里有就行 这就我最凶 这对我最凶 秋实说的是 兄弟 我实话实说 本来我也想跟乐乐法利说 但是我们俩没见过 我们俩没 感觉没那么深 我不好意思跟人谈 我觉得人家可能觉得我笑东 操 觉得我不够格 但是秋实呢 我们俩来的比较近 所以我敢跟秋实说兄弟 咱们继续 袁腾飞老师 大家都要联系吧 袁腾飞老师做节目 做得非常好 他有一个官号 还有一个私号 私号是我穿正的 袁老师 你要自己做节目 没想到私号一下就火了 火了之后 袁腾飞老师骂的 龟头礼啊 但是他起的名 我就跟随啊 我跟袁腾飞老师 都是递到老北京 确实是吃饭啊 完了聊天好几次 特别特别尊敬 袁腾飞 袁老师 很多袁老师 袁腾飞 瞧你笑东 撞个屁呀 瞧不起 我再说一遍 不管是秋实啊 梁腾达呀 崔永远老师啊 完了 袁腾飞老师 不管这些大人物 他们就觉得笑东是条屎 我尊敬 我依然尊敬 包括普世杨老师 他们就再看不起我 我告诉大家 我就明着说 他们就当面骂我小屎 我一样尊敬 因为他们做的事 值得我尊敬 你们懂了吧 我不在乎 他们喜欢不 就跟我泡妞似的 我学晓东泡妞 就去你骂的 姑娘你喜欢不喜欢 我无所谓 我他妈喜欢你就泡你 能泡得上泡得上 泡不上 操 那也想办法 那也想办法 早晚让你泡上 因为我他妈的挺好 没什么确认 就这样就是这样 所以对袁腾飞老师 我就是死心塌地的喜欢 当然他做的历史节目当中 我也有不赞同的 你们知道吧 但是绝对不可能阻止 我对袁腾飞的热爱 袁腾飞老师现在不聊天 不说的是因为他想走了 他现在要闭嘴 等着 我就明着告诉大家 所以袁腾飞老师 现在什么都不说 我觉得特别安全 非常好 袁腾飞老师就这么着 袁腾飞老师 走完之后 我也走 我也试试这样 哎 真他妈羡慕 袁腾飞老师有原油 大家你没看 他的官方频道也有 在油管 有那尾门 你们扫 去原油 我干嘛 说学晓东 你怎么不可以去 他妈袁腾飞原油啊 我说实话 袁老师说话 太他妈累 你知道吗 讲历史讲得我累 我就想袁老师讲完了吗 走咱俩玩去 咱俩咱们这 就我 我喜欢跟袁老师 我们俩自己放飞自我的聊天玩 不想跟他一帮人 跟他一帮玩 袁老师是袁老师 你知道吗 在私下我 他骂我 他是袁哥 操 袁哥走 咱俩耍去啊 找一歌厅 是不是这意思 对吧 所以 他的原油你们去 我就不去了 我去歌厅等他 我东哥很实在 我歌厅的节目都做 对吧 颜小坏 我想老叫颜小坏姑娘 合得颜小坏大姐比我大很大岁数了 但我觉得他的说话各方面吧 都讨人喜欢 像我这样的男人吧 就特喜欢颜小坏这样的女人 原来我小姑娘 现在我就要大姐了 我就喜欢颜小坏大姐 他有这种女人的魅力 而且他说话呢 哎呦说的真牛逼 他说的那些事能让我冷静思考 而且他的独特魅力就是他评价每件事几乎不超过两分钟到三分钟 就在很短内把这件事呢 说清楚让你记住 这个是我学校都慢慢做不到的 所以颜小坏大姐 原来我叫颜小坏姑娘 现在叫大姐 因为他的爱人是青花教授 特别牛逼 我不能说啊 我告诉你 我就不能说名字 所以我对颜小坏大姐依然喜欢 大力也挺喜欢的 大力姑娘 名花有主啊 还有谁啊 老北京茶馆是吧 老北京茶馆是那俩小伙子 就像那个 说相声的 胡逼蛋凯 你说有意思吗 还行 我听几次 你但是让我常听 我可能听 听得稍微有点乏 但是偶尔听呢 因为我也喜欢德云说 偶尔听 我觉得挺挺挺高兴的 挺高兴的 嗯 下一集咱们说 另外几个好玩的 好吧 下一集是最后一集 大家别着急 应该第七了 哎第七了啊 别着急啊 完了小广告 咱们不能忘 这个大家就是扫这码就行了 不用多聊 啊 这也不是烟 这是咱们物画杆 嗯 特别爽 比烟牛逼多了 没有胶油 没有尼古丁 能戒烟 能戒烟 特别好 大家扫就行了 另外一个年货不能停 啊年货不能停 这个码都不用说了 打龙虾 酒 洗洗茶 乱七八糟 来吧 物美加联 来吧 学东西靠这个 挣点小钱 实话 油管上我就是这么着 这他们蓝丝 我羡慕死他了 蓝丝真的吗 做节目 卧槽 真能挣钱 卧槽 我不能说啊 但我羡慕 呀 到了厦门 一定他们请我 我得让他请我吃海鲜 他每次都请我吃 这是实话 蓝丝这也没毛病 龙年之古巴大龙虾 喝着医疗酱酒 吃完喝完 再喝一点普洋茶 挖挖肚子 穿上我们的鞋 再去跑步约会 这是熏道的 王者大龙虾 霸中之霸 大家龙年大吉 请不吝点赞